第三百九十七集 当他的视线触碰到叶晨的刹那 一声轻疑之声响起 小废物 居然是你 北玄宗周长老第一时间认出了叶晨 虽然事情过去了五年 但是对他来说却是印象极为深刻 毕竟在昆仑须 樊根之人极其少见 此子更是由一神门掌门亲自带来 一神门曾经辉煌过 一神门曾经辉煌过 当时却低声下气 看他一个宗门长老的脸色 那一刻他受用到极致 甚至经常将此事说出来 在其他宗门长老前炫耀 所以他才能第一时间认出了叶晨 刚才在里面 他只是听说有人闹事 却是没想到闹事的竟然是那小废物 而此刻的叶晨 眼眸却是泛着一丝血红 一股无形的怒火骤然形成 他死死地盯着周长老 本以为对方不在北玄宗 却没想到对方就站在不远处的地方 这一刻叶晨心中甚至覆盖了一道道杀意 那一道道刻薄的话语不断响彻 甚至老头低声下气的样子更是触目惊心 周长老自然感觉到了叶晨的杀意 他一步跨出 绕有趣味地看着叶晨 小废物 还真没想到 居然被你跨入神游镜 一个樊根竟然能到神游镜 这估计已经是你天花板了吧 再想跨入根本不可能 不过神游镜对你这种废物来说应该足够了 看来一神门的老家伙真的很看重你啊 给你投入了很多机缘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便是浪费 在一个樊根废物身上有什么值得 对了 今日你来我们北玄宗 莫非还想请我们让你加入北玄宗 我劝你别做梦了 哪怕你现在是入圣境 你那卑微的天赋和血蒙 对我们北玄宗来说 都是耻辱 周长老话语之中充斥着冷漠和痴笑 那些北玄宗弟子也跟着笑了起来 有周长老在 哪怕是龙 也要老老实实地盘着 百里熊看了一眼叶晨 他这才明白叶晨刚才那句话的意思 看来叶晨真的和北玄宗有恩怨 只是叶晨一人 这次可是面对一个宗门呢 纵然北玄宗不是昆仑须的顶级宗门 更不是第一阶梯的宗门 但也不容小觑 他刚想提醒叶晨几分 叶晨却是抬起头 开口了 说实话 北玄宗这种垃圾宗门 我真的看不上 这次我来北玄宗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 让穆婉宁出来 我的朋友要见他 你们要做的只是通知 第二 五年前你侮辱我的师父 只要你跪下 这件事我可以当作没发生 叶晨的声音缓缓落下 带着毋庸置疑的不可抗力 而那周长老 以及北玄宗的弟子 表情却是变了 他们仿佛听到 世间最好笑的笑话一般 见穆婉宁 穆婉宁可是北玄宗 最年轻的长老 现在更是在里面闭关 岂能说见就见 更可笑的是 一个神游镜 竟然威胁周长老下跪道歉 这青年怕是脑残吧 周长老的表情 猙獰了几分 冷笑道 小废物 你难道不知道 你脚下的土地属于谁吗 这可是我们北玄宗的地界 今天 就算你那背后的师父 跪下求我保你 也不可能动摇我 今天不管如何 你必须死 我会让你明白 凡根废物和灵根天才的区别 方青阳 出来 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可有信心让这小废物 跪地求饶 雨落 一个白衣青年走了出来 弟子方青阳 性不辱命 不过 我先把时间改一改 对付一个废物 十秒太多了 最多五秒 青年一身白色长袍 长袍之上刻着一条龙腾图案 轻薄柔软的布料 那衣妹仿佛能够无风自动 给她偏偏增了几分神采 关键 对方身上的气势 几乎是入圣境初期 在外人看来 就算夜晨你再逆天 也不可能横跨两个境界动手 周长老很满意 方青阳的态度 点点头 好 如果你五秒钟 镇压了这废物 我送你一枚 祸体圆阳丹 方青阳听到后面一句 脸色一喜 兴奋到了极致 下一秒 他在原地化为一道残影 更是疯狂地向着夜晨略去 他仅仅一拳轰出 在他看来 一个神油镜的废物 不值得他的出见 无数真气凝聚在他的右手 一道拳影直接轰出 夜晨一动不动 就在方青阳一拳要落下的时候 他同样简简单单一拳 和我比力量 找死 方青阳笑了 本以为五秒足够了 现在看来 他低估了这小子 想要斩杀 一秒足矣 两拳相碰 脚下的地面 竟然向着四面八方开始蔓延 方青阳本以为夜晨会倒飞出去 却没想到对方纹丝不动 相反 他感觉到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 向着他的手臂蔓延而来 扑斥一声 他竟然吐出一口鲜血 五脏六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震荡 怎么可能 方青阳脸色大变 他余光看了一眼周长老 发现长老正皱着眉头 陷入不悦 他顾不上一切 一柄黑色的长剑直接寄出 丹田的滚滚真气直接汇聚在黑剑之上 黑剑发出一阵轻盈的震荡声 爆发出刺眼的光芒 如日月升空 周围狂风呼啸 这一剑是他的得意之剑 在他看来 刚才一拳之所以受伤 完全是因为自己轻敌 对方还是一个炼体者 既然炼体 对拳之下 他当然受伤啊 不过 炼体者大多不懂剑法 他打算用一剑展开一切 随着那一道刺眼的光芒 划过天际 方青阳的黑剑 卷动阵阵气浪 带着雷霆之势骤然下落 光芒耀眼 没有剑能争锋 狂暴的剑影之下 那些北玄宗的强者 根本睁不开眼睛 有些靠近之人 更是不断后退 生怕被波及 周长老摸了摸胡子 满意的点点头 看来 方青阳这段时间 对剑的领悟 越发深刻了 这是一件好事 夜晨看着那剑 一眸子微眯 在不暴露夜市天 施展的血龙 和神雷之力的情况下 想要对抗很难 现在 斩龙问天剑和镇魂剑 估计都在各大宗门中传开 一旦动用这些剑 必须所有人都杀光 不能留有任何火口 夜市天的真实身份 现在不能暴露 他还有其他用处 不再多想 夜晨看了一眼百里熊 直接将对方腰间挂着的长剑 抽了出来 借你剑一用 下一秒 破天剑意施展而出 两道极致的灯光 骤然碰撞 如天崩地裂 星辰相撞 这轰鸣之声 让整个北玄宗 狠狠地抖动了起来 一股股极致的剑气 朝着四周扩散而出 剑气所过 万物化为粉碎 哪怕北玄宗门口的 那两尊石狮子 也是化为碎裂 有些还未撤离的北玄宗弟子 来不及避开那灵力 而又狂暴的剑气 身躯直接被斩断 更是发出痛苦的惨叫之声 那两道光芒僵持到极致 发出尖锐的声音 方青阳再也忍受不住 身子后退了好几步 脸色大变 而夜晨也同样不好受 虽然没有退 但是那手中的剑 却是彻底断裂开来 很显然百里熊的剑品阶太低了 无法和对方的力量抗衡 他看向百里熊淡淡道 既然你的剑已碎 我会另外陪你一并剑 百里熊一听 脸盲白手道 叶先生 这剑是我随便拿来的 没有什么价值 碎了便碎了 而那方青阳看着夜晨 居然连剑都没有 冷笑道 小废物 连剑都要问人戒 看来我还是高看你了 还剩两秒 给我死 方青阳面色阴沉到极致 眼看着自己射出的剑光 生生被夜晨的一剑抵挡 再也无法寸进 这简直就是丢脸的事情 周长老给了他五秒的时间 他便要五秒解决一切 原本在他看来 他的力量斩杀夜晨 如粘死一只蝼蚁那么简单 但是现在竟然被抵挡了 此子不能留 单单神游境便能爆发这种力量 若是跨入超凡境 抑或入圣境 那还得了 不再迟疑 方青阳再次向着夜晨而去 这一次他逼出一滴精血 更是将精血洒落在剑身之上 随着精血落下 剑身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更是发出了恐怖的剑光 仿佛之间剑身之上充斥着无尽的能量 随后再次爆发 惊天一剑向着夜晨斩去 还未落下 天地便因此变色 方青阳有绝对的信心 这一剑任何强者都是有死无生 恐怖的气浪吞噬了夜晨和百里熊 夜晨的身形狠狠地震荡了几番 血气上涌 如果不是稳住了身形 必然会被先飞出去 夜晨甚至发现身上的休闲服碎裂了几分 隐约之间有着一道血口出现 若非血龙涌出体内 形成一道屏障 抵御了大部分伤害 后果不堪设想 此刻的夜晨仿佛葬身火海之中 一秒 两秒 五秒 方青阳将手中的剑收回 他全身都湿透了 在他看来 一切已然结束 他看向周长老扬着下巴 抱歇道 长老 性不辱命 那小废物 他话还没有说完 周长老却是发现了什么 脸色大变 小心 方青阳突然感觉 全身仿佛被锁定 刚想抽出零件 火海之中 一双大手猛地伸出 更是扣住了他的肩膀 下一秒 他的身子不可阻挡地 进入火海之中